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小米也在搞机器人 那个网易的福西发掘机 据说也不错 小米的雷军 他做的这个机器人 也许有他自己的特点 马斯克呢做的机器人 我觉得更多的 还是为了让他股票打上去 他在讲故事 当然他是有故事可讲的 一般人能讲了那么故事吗 你给我随便做机器人到这儿能放两下 放不了 所以应该说他还有他的技术含量 这种技术含量 这种硬道理 压在那的东西 我有东西压在那 自然就能把钱投进来了 这种游戏啊 其实将来就两个国家能玩 中国美国 日本呢 欧洲啊 包括俄罗斯呢 基本上就可以 可以CNNL了啊 你们确实离未来科技发展 那个还是比较远的 离赛博朋克那个时代 可能我觉得中美有可能实现 这样呢 其实还是挺好的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未来 除了中美之外 其他国家就只能看着了 那么我们所具备的能量就更高了 到时候你就只能是 对吧 你那个你的便宜货卖给我们吧 你把你们好东西低 一下卖给我们吧 那就像我们唐宋时期 我们用瓷器换来了大量的金银 首饰 大量的 当时西罗马的一些财富 像宝剑 钻石宝剑什么的 中国当时那个 瓷器也把刺手一下 虽然也很贵 卖到罗马帝国 那是相当昂贵的 据说你像一个刺手产品 卖到西罗马 就是罗马帝国的时候 据说是 一件刺手 百万件麻衣 那是什么概念 是吧 整个一个罗马帝国才几百万人 也就是每人出一件衣服 一件麻衣 来购买这个丝绸产品 可见我们当时赚了多少钱 现在也一样 现在高科技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丝绸 甚至有的丝绸之路嘛 甭管是擎天柱也罢 还是那个威震天也罢 科技的发展 是最终要代替人类的 你代替不了人类是不行的 那么代替人类呢 就设计到几个问题 一是这个操作的方便性 二来呢 是价格优势 还有呢 高自动化的趋势是不可替代的 这样的结果是谁最受伤啊 应该想欧洲人和日本人 因为未来是高自动化和智能的时代 那些不具备这些资源的人呢 就只能是高能耗高污染的 在这样的一个生活下度日啊 这新能源也将发展起来 新能源你比如说想人造太阳 中国已经在制造人造太阳了 我们的航天飞机已经到达了月球 有朝一日我们的嫦娥姐姐 哎弄一点亥三过来 然后在我们地球搞一下这个人造太阳 那这能源就解决了 用海了去了几百年没问题 据说月球上有一百万吨亥三 跟月球比那简直是九牛一毛啊 是不是 现在用新的技术说高压充气方法来储能 有人说用水储能 还有呢就是其他的储能方式 我觉得都不是说特别大的储能方式 未来储能还是应该是可控和聚变 人造太阳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终的发展方向 当然那个可能是未来比较久远的 现阶段还是新能源 对环境没有污染的像太阳能啊 水能光能啊风能这方面发展一下可能会好一点 马斯克的这个秦天柱 包括这个波士顿动力 他们做这个东西到底为了什么 马斯克是为了传钱 我觉得我可以这么理解啊 马斯克那个家大业大有的是罗马啊 人家有钱投这个敢玩 你波士顿动力呢 搞了这个搞了好些年了 我从从我那时候没做视频时我都知道他在搞这个 搞到现在甭管是搞个机器狗啊机器猫啊 什么的还是为美国军方制造一些设备 应该讲他搞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要搞 因为他是未来发展方向高科技的发展方向 我们不能说中国因为说赶不上人家 秦天柱赶不上人波士顿动力 我们就不做了 不能咱们中国也有银行上铁大也在做这个东西 我们做的未必比他们好 但是呢我们只要坚持 这个东西从量变到质变是一个很快的过程 加上我们中国人还是很聪明的技术上的突破不是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哎搞好了 我们拿到了 不管在人才方面钱方面产业方面都到位了 我们做出来了这个东西肯定忙肯定厉害 谁能真正产业化那事就好办了 你也只有产业化了 把他最终润绕到生活中 那个成本才会降下来 50年前如果有人说看到这样一个机型 不可思议你在做梦了 但是现在我们真的在享受高科技带给我们的快乐和方便 在这方面呢我们继续在这场努力还是很有必要的 科技是一点点发展的 跨过一个坎走过一个关就没有再回头了 从最开始的对吧 让手工织布然后蒸汽机改进之后 纺织机出现了 那么你土布自然就被淘汰掉了 因为毕竟机器的效率远比人类高 但机器到了现在呢 现在的机器电力化驱动的能量更高 织布的速度更快 而且呢我们制衣也不是一个个制了 一锣很高 然后剪子一下去剪出一个衣服了 这种效率是一个人相当于100个人的效率 高科技带给我们的将是未来发展的革命性发展 高自动化一定是个趋势 未来是阻挡不了的 你有些国家不发展那个 还有那个高能源 那个一边发展一边污染 不搞新能源的建设 不搞新技术的开发 那么未来你就追不上了 到时候就开始有了科技壁垒了 未来应该讲是一个逆全球化 而不是全球化的世界 各个国家都在跑马圈地 拿住自己的高新科技 让你追不上 这个东西还不告诉你 这是我的宝贝 将来有什么 将来有新能源方面的人造太阳 量子计算机 大数据计算 这都是可以看得见的 还有刚才说的机器人 当机器人等着工作24小时 黑灯瞎火都能干活 请问你人怎么干 怎么比得了 对吧 而且呢他们干活效率都一样 也不出错 请问未来的发展将是一个 什么样的世界 心里就该有个数了 到时候各个国家都是看客 欧洲的国家天天看吧 看吧就是甭看了 啊意思这个 现在讨论讨论 你们到底想不想发展呢 想不想得到一样的东西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 确实已经躺平了 现在欧洲的很多大的企业 有的企业已经向咱中国迁移了 有的向美国迁移了 甭管去哪迁移 未来科技的发展 没有欧洲的份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